Alien 何 properties 奉基督的名向大家文安 我是林斌 弟弟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梓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圣经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愿意每集花十分八分钟的时间 与我们一起查考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希望我们这个茶经节目 能够提高大家对研读圣经的兴趣 从而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并且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小先之书》之一的哈巴谷书 我们的茶经将哈巴谷书分入四课 已经查了两课 由今集开始我们会进入第三课 在第一课我们查了这卷书的概论 在第二课我们查完哈巴谷书的第一章 子山,看看你没有温书 第一章的内容讲什么 在第一章,哈巴谷先知先后向神提出了两个问题 而耶和华神就答了他第一个问题 好,那讲下第一个问题 哈巴谷先知问 为什么神不理会犹大国的罪行 那神怎么回答他 神回答他这么说 要兴起加勒底人去懲罚犹大国 先知第二个问题 先知问为什么容许被犹大更坏更坏的 更残暴的加勒底人去惩罚他的同胞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情哈巴谷先知 因为我们对这类问题都不会觉得陌生 为什么坏人会这么发达 而那些好人就整天都吃虧 吃尽苦头呢 我同意 特别在现今这个社会 很多时候青红造白不分 是非黑白颠倒 都不知道是什么世界 希望我们今次要查考的内容 可以帮助大家对这类问题找到答案 先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一节 哈巴谷书二章一节 哈巴谷书二章一节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授冤 这次经文提到 当哈巴谷先知问完第二个问题之后 就专心等候耶和华神的答复 我想知道 究竟当时先知上了守望所 或者望楼没有呢 有两个不同的答案 有一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 当时哈巴谷是故意离开吵集的人群 上对守望台或者守望所 静心观察神的作为 想听到神的声音 有时真的要找一个很静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不例外 我想知道其他的答案又是怎样呢 不过有更多的圣经学者认为 哈巴谷只不过是想象 自己成为一个在寥望台上守望的人 一方面想知道神会给什么答案他 而另一方面他也担心 自己的疑惑会招离神的责备 所以他需要静心地去想一想 应该怎样跟神说话 怪不知得刚才读过一节经文最后的地方 有个括弧写着 向他掃冤或作回答所疑问的 下巴谷先知会不会过分担心呢 因为耶和华神 从头到尾都没有责备过他 还很乐意向他启示自己的心意 志生,你的观察很正确 这一点也给所有向上帝诚实泛民的人 一个很大的鼓励 虽然下巴谷当时可能没有真正的 想去守望台或者守望所 不过他就真真正正 将自己当作是那个时代的守望者 在那里中心的守望 林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守望台 你可不可以很简单地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好,在古代的巴勒斯坦 有两种守望台 第一种,大家会比较熟悉 就是在城墙的上面 特别是转弯的地方 有的看守塔 用来观看敌人的动静 而另外一种比较小见 就是建在农田的上面 用来防备有产 或者动物来偷龙作物用的 听你这么说 我就想起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了 每隔一段的地方就有守望台 而在城墙的两边还有风火台 都是为了观察敌人而建的 当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 就会在风火台点起火把 通知大家戒备 这个就是守望台最主要的作用 历世历代的先知 都成为神在那个时代的守望者 他们一方面要关心神的子民 有没有遵行神的吩咐 而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看守敌人 有没有来侵犯神的子民 我认为哈巴谷先知 真是一个很称职的守望者 他将当时犹大国的警方 老老实实地向神报告 目的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同胞 当然他的爱心和关心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 接下来的经文 会让我们看到 神如何回答这个忠心耿耿的守望者 下巴谷书的二章二到二十节 就写出神对哈巴谷先知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或者我们先看第二和第三节 下巴谷书二章二到三节 他对我说 你两次经文是整段说话的开长白 神在讲出答案之前 首先吩咐哈巴谷先知 要将他所得到的默示 写在板上面 或者有人想知道 这块板是什么质地的呢 我们没有肯定的答案 不过这一点一点都不重要 无论是哪一种的板 神的要求就是容易读 在和合本圣经 容易读这三个字的后面 有几个细字写着 或作随跑随读 一边跑一边读 这样那些字就一定要写得够大 才可以清楚看见 道理应该就是这样 在这段经文里 神还提醒哈巴谷 他所得到的默示 是有神自己规定的应验日期 这个日子未必会符合先知的期望 很快就会来到 所以神吩咐哈巴谷要 来心等候 林斌呀 想你和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所指的默示 与我们时常听到的启示 又有什么分别呢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将神给人的启示写下 就成为默示了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按你这么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整本圣经的内容 都是神叫人写下的 完全正确 至于神会用什么方法 将默示赐给人呢 或者我们等到下一集 才跟大家分享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弟兄姊妹,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